帕德玛大桥工程前进 被誉为孟加拉国生命之水的帕德玛河 不仅孕育了两岸人民 同时汹涌澎湃的帕德玛河 也成为了阻碍孟加拉国南北物流通道上的 一道天然屏障 跨越天欠 修建帕德玛大桥 已成为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 实现天欠变通图梦想的梦想之桥 曾经在中国实现一桥飞驾南北 天欠变通图伟大梦想的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从2000年中标修建帕克西大桥开始 已在孟加拉国耕耘坚守了15年 成为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信任的承包商 为了帮助孟加拉人民 实现建成梦想桥这一伟大梦想 大桥局派出了优秀的管理和施工团队 以及国际上一流的设备 开设帕德玛大桥建设新的征程 帕德玛大桥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偏西南 约40公里处 横跨帕德玛河 是连接马瓦与简基瓦的主要交通要道 是连接中国及泛亚铁路的重要通道之一 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交通支点工程 大桥合同价为15.49亿美元 资金全部来自孟加拉国自有资金 是孟加拉国实现梦想的蒸汽桥 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率领国会议员 政府部门官员亲民大桥开工奠基一事 帕德玛大桥也成为中国企业成建的最大海外桥梁工程 项目全长约7.7公里 主桥全长6.15公里 为7连150米双层板横结合梁 大桥采用双层桥面布置 上层双向四车道公路 下层单线迷鬼铁路 天然气自来水通讯管路通过桥梁过河 是座跨越帕德玛河的多用途桥梁 大桥是采用国际咨询工程师 菲迪克合同条款 执行国际工程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英国规范标准建设的项目 AECOM设计公司 在大桥设计中大量使用了原创技术 理念超前给大桥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 大桥建设区混凝土约40万方 钢结构约33万吨 钢筋约8万吨 施工航道清淤约1600万方 施工场地建设约1200亩 工程所在地面临高温暴雨 狂风大雾洪水雷击流沙和冲刷等多项极端恶劣天气的挑战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 工地钢结构成 钢粮厂均按抗十级台风经久结构设计 工程量巨大 加上孟加拉国资源匮乏 项目所需物资工装设备等资源 都要从中国跨洋运输到现场 施工资源组织难度大 桥纸河床地质非常复杂 水上基础超长超厚 大直径鞋缸管装的制造 插打 现场对接 鞋装内取土 装底和装侧压浆等工艺复杂 没有成熟的经验借鉴 特别是装底土栽顶面 施加十兆帕 压浆密实地基方法的实施 在世界上没有先例 施工难度大 钢粮整孔制造 现行控制要求高 桥纬精准对接难度大 创建了3200吨钢粮整孔架设 先剪织后连续施工工法 制作技术先进 设计制造要求高 世界上首次用用900米一连的 预制桥面板 整幅全预制 全胶拼技术 桥面板的预制精度 胶拼安装 张拉及灌枪技术难度大 要求高 安全环保和职业健康的标准 执行欧美标准 安全环保和职业健康要求高 面对困难和挑战 中铁大桥局发挥了 桥梁国家队的技术优势 通过一年半的地质勘探 26根贺载试装和两根工艺试装等试验 验证设计和施工工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通过工艺创新 为大桥建设的顺利实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桥建设还为孟加拉桥梁建设本土化 培养了一大批有技能的孟加拉桥工和技术管理干部 社会效益显著 大桥的建设得到了中国大使馆 孟加拉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帕德马大桥的建成将彻底结束孟加拉国南部21个区 与首都达卡之间居民百度往来的历史 将对打通孟加拉国南北交通 实现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多年的梦想和祝愿 促进孟加拉国经济的发展 发挥巨大的作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